中国制定了探月国际标准 美国的载人登月项目却临时升变了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美国即使再努力 21世纪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也还是中国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从太平洋的东边和西边分别传来了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中国科学家筹备12年拍摄的新版《月球写真》上线了 这是一本基于中国的探月工程成果 以嫦娥系列项目探测到的数据为基础 编写的一本详细描述月球地质特征的科学文献 编定的标准完全是中国造的 也就是说国外天文学家要用这本书 他就需要了解中国的月球地质编图规范 以后也需要按照这套规范来 未来中国的月球地质编图规范 很可能会更进一步成为国际公认的标准 其实中国不是第一个想要在探月竞赛中 抢到规则制定权的国家 美国早在2020年就抢先拿出过一份阿尔推密斯协定 只不过美国的那份协定 一开始是冲着搞新冷战 结果步子卖得太大 反而把他自己搬了一跤 这里我们再多说几句美国的情况吧 美国21世纪的太阅计划有2011年2017年和2020年三个事件节点 2011年奥巴马政府就拿出了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条款 三方面切断了NASA和中国的一切合作 2017年呢 特朗普政府宣布了阿尔推密斯计划 想要在2024年完成载人登月任务 到了2020年 阿尔推密斯计划被迫延期了 为了掩饰失败 NASA就把阿尔推密斯计划改成了阿尔推密斯协定 表示虽然2024年美国上不了月球了 但是可以先制定一套瓜分月球的规则 当然了 瓜分月球太难听了 美国他也没好意思直接这么说 只是说他要跟他盟友在月球设立排外的所谓安全区 总结来说吧 就是美国写了一堆的PPT 吹嘘自己一定会抢在中国之前 派宇航员登上月球 而只要美国一登上月球 立刻就会站住最好的地方 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规则 把中国拦在月球研究的大门之外 只跟西方盟友吃肉和汤 然而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中国搜集月球信息的月球写真都正式出版了 美国的阿尔推密斯计划还是没有一点点进展 NASA传来的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 这也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二个消息了 在中国已经开始制定月球科学研究规则的时候 美国的阿尔推密斯计划又要延期了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 他这个计划之前已经延期过一次了 按照美国的设想 2024年就要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但现实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连发射载人飞船绕月飞行都还没有实现 最早也要等到2025年 而发射登月器 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计划 恐怕也大概率更要延后了 按照NASA的说法 因为面临一系列技术困难 美国到2030年能不能载人登月 恐怕都是个问题了 现如今在制定探月规则这件事上 手握第一手数据的中国 已经跑得比美国快了 美国在21世纪这场探月竞赛当中 很可能要被中国摔在身后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